县长李明珍会同县议员检世盛 前往草屯镇 副中路 副陵路 及虎山路 野溪等改善工程 林县长实地勘察后 对于巷道路面年久失修 工程回田不良等因素 造成路面有龟裂 坑洞等情形 影响居民行的安全 有改善致必要 林县长当场愚诺改善 县长李明珍会同议员检世盛 前往草屯会看道路 以及野溪等改善工程 林县长表示 道路平整与否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严重的还可能危及民众安全 狭南有许多道路是A系路面 有很多都是将近20年未曾修护的老旧路面 轻则立刻裸露 疲劳军裂 严重的则是到处坑坑洞洞 加以各项工程施工挖掘之后 回田方式不良 造成下陷 坑洞等情形 影响民众安全盛据 民众的小事就是县府的大事 县府虽然财政困难 但对于影响民众安全等迫切性的需求 仍会尽力酬措裁员来改善 让县民生活品质更加挺身 有什么事都在这道路路面 全起床到这次已经十几年到20年 路面都没有翻修 这个波友路面 小石头都一直跑出来 有抗洞也蛮多的 今天特地来看 看起来感觉这个有需要重新抛除 再来铺 AC 路面 让我们这个虎卫项 我们这些基民可以 靠一个好的路面通行 县议员简赤胜以及居民温先生 非常感谢林县长关心民众行的安全 亲自来監察并愿意立即改善 由于管长来到我们双咖喱 有什么地方 这些组合也更是需要 就是这几个点的方向 建设 因为我在这出现的时候 这些组合有向我丁净过 因为我第一时间就告诉 管长来现场来检查 看看有需要组 管长来看不看之后 这路线很败的 刚才都没有作用几十年了 管长今天清新来到现场 跟这些组合和现场都看过了 也有需要 我们也要感谢管长对地方的用心 今天我们这个威武 像石洞这个社区 那个非常感谢我们林县长 还有我们的简直升议员 那个亲自到现场来 然后我们这个社区的道路 因为这个长年的管线开挖 这个会造成一些坑洞 常常这个居民在出租的时候 会那个显向还生 是非常感谢我们县长 也非常的亲民到现场来 给我们做处理 我们希望在县府跟议员这边 能够尽快给我们处理 还给我们居民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随后一行人前往虎山路 322项野稀勘查 野稀杂草灌木影响水流 每逢好雨 伤红异流 造成年轻社区 以及路面淹水 影响民众安全等情形 林县长准事公务处 择其会刊研议改善方案 并请社区民众 事先和地主沟通 取得同意书 以使淹水问题能一劳有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